夏天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喝酸米汤 但是 有一个但是 对 但是有的人呢 可能是应该是喝凉一点的 有的人喝肠闻的 有的人呢需要喝热的 像我这样就喜欢喝热的 你要是喝凉的呢 很可能喝完了它也会拉肚子 因为它凉的这种刺激 它可以刺激肠道的那个蠕动增加 如果是你自己肠胃比较好 有热的话 就肯定是喝冰的酸米汤 但是我们也希望不要喝太冰 太冰毕竟对胃肠道还是有刺激的 那您觉得这个酸米汤 是哪些人特别不适宜在夏天喝的 就是体味特别弱的这些人 就是经常拉肚子的 虽然它这无眉是油脂 色肠止泻的作用 它有一种收敛的作用 有收敛的作用 但是呢你这种凉的酸米汤 它也会增加 它也会引起浮泻 它主要是一个温度的刺激 凉的刺激 对胃和胃肠有一个刺激 这是 另外呢有些呢 有些湿热的病人 比如说这个人特别湿特别热 舌苔呢腻腻的黄黄的 有口苦啊 这些包括耳朵痒啊 小便利用的黄的 耳朵痒 耳朵痒 是里面痒吗 是里面痒 耳道里面痒 这样的话呢 它也不适合用这些酸色的东西来收敛 收敛了之后呢 它毕竟呢使得失血呢容易 不太容易排出来 比如说有胃溃痒的 胃里面特别容易产酸的 有糜烂的 这些东西它毕竟是酸的 酸了之后呢 增加胃酸呢 会对这个胃有刺激